我接受你的挑戰 你可能遠離了一些上班人的 最近又顯示出來的一件事 不是說五一嗎? 不是調休的 五一調休 因為今年公司是休一天 就是五月一日一日 變成很多同事聘請一前一後 而且現在有很多公司特別是疫情之後 再加上有一個國家多了很多假 前幾年開始多了很多假 什麼容易假、獨身子女假 變成有些傭人單位 我自己最貼身體現的就是我們公司 開始會出現一件事 提前排假 可能是今年一月份 一月一日開始計算新的一年假期 這個... 我... 很久很久之前就是了 不是... 因為我們公司以前 是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跟足國家去優 外企不能跟足 後來這幾年開始越來越整規了 開始抓一些文法典出之後 人們拿著自己的法律武器 很害怕 那些公司 勞動法都很重要 就開始... 發聲 開始計算這些東西 它要我們... 再加上人手不抓 因為始終我們的單位是... 少一個螺絲 就打不到那顆釘 它就變成要... 提前... 即是可能... 現在是二月份到三月到 即是可能上半個季度 它開始會害怕你那些人 積價 即是積太多價 混合... 你知道啦 很多人都喜歡混合那些價 在五一、黃金周 因為特別是一些... 不像我們那樣 不一定是按照你們的常規 那些人優價 即是不像上學那些... 什麼暑假、寒假 怕那些人都排在一起 到時一試過寒假 很多人優 或者暑假很多人優 或者過年的時候 很多人優 年底最流行的 要清價 它又說... 三月份突然就通知我們 如果那些人還有十幾日假的 你要優 你要排了 即是六月份之前 你只要排了起碼優一半 即是你有十日假的 你要優五天 不可以連著放 這個我在閒話聊天室有說過 不是說不可以連著放 是不可以 是怕那些人打架 即是說可能突然之間 有十幾個人同時的一日優 就變成公司請 沒有足夠的勞動力 去溫這間公司的運營 那些人可以提早說 這幾天有哪幾個優 又要抽籤 又要等 去安排好人手 讓公司在你這麼多人請假的同事 又可以正常運營下去 同時就變成了我們的同事在休 經歷過一波的排隔 之後 他們就開始在那裡計 有些人會在那裡計 這件事是發生在今個月的 有一次就是我和同一輛車的同事在那裡做事 做一做一做一半 他突然跟我說他胸口痛 是精神上的痛還是肉體上的痛 肉體是拉扯的 有東西刺的 心口痛 前提是他已經有兩三個月是咳的了 莫名其妙的咳 即是乾咳 沒有痰沒有性 他又不吃煙 他又不吃煙 又不是經常說話 又不吃煙又不是經常說話 那肯定沒有煙喉嚴 那肯定沒有煙喉嚴 我煙喉嚴也不是因為我經常說話 是遺傳的 他又說他突然間心口痛 還有咳了一段時間 是乾咳沒有任何邏輯 即是沒有喉嚨痛 又沒有經常吃熱氣 沒有一個因由的 莫名其妙 突然間走著走著做著 突然間嘔嘔嘔 乾咳咳很常常的 那他說話有沒有曾智慧這樣 沒有啊 又沒有啊 即是他沒有喉嚨痛 他就是莫名其妙 他就咳 他突然間說心口痛 哇 令我聯想到一件事就是 他想放假 這個是後面說的 他就聯想到一件事就是 會不會他的身體有些什麼 脫了一塊殞出來 有什麼異常 有些很大的異常 即是職勞成疾 即是平時沒有什麼 他就可能是 甚至乎是有些隱性一點的病 即是有些內臟那些隱性一點的病 是積住積住 不是突然間一下子爆發 但一爆發起身就已經是拿命 即是立刻要入院看 即是隱線已經點著了 炸彈不知道什麼時候爆發 突然間嘔嘔心口痛 即是可大可小的 不是心痛 不是心口痛 他還不是那種可以休息一下 就不痛 即是在車上坐了半個小時 他都不能換過來 他都依然說不行 痛 不行我要請假 他就開始說了 不行我要請假 動用他已經排了一半的假 突然間莫名其妙 多一天出來 他要請假 他就說 我問他 那你是請什麼假 他說我要請年假 對於我來說 年假當然是去玩 對 我來說年假就是去玩 不然家裡有什麼急事 可能不知醒 或者是你家裡有些什麼 我聽到這裡有人說 你是一個對家庭比較奉獻 你的假是給家人 還有一個比較打工人的思維 人家的假是給自己 你的假是給家人玩 哈哈哈哈 我是這樣想 因為在我的角度當中 年假這些東西 雖然他說年假是沒有病假 扣得多錢 雖然不是賺得很多 但他們很著緊的那種 如果我長休 即是病假我要去檢查 計較一些得失 對 這樣教我的身體 我要怎樣做 可能要請一個多兩個星期 這樣說很傷 到時出糧 本身已經出糧不多 還要再給公司扣錢 雖然我每個器官都價值好幾十萬 但我依然在乎那三四千元 他在這樣說的時候 我站在一個 我也算經歷過生死 那一條命可以這樣計算嗎 假期是這樣計算嗎 我說如果我是你 這樣心口痛 他還要過一晚回到家 晚上痛到睡不著 要晚上去看急診 他回來說的是什麼呢 醫生開的診斷是說他有病毒性肺炎 病毒性肺炎 他叫肺炎 我以為他是病毒性心肌炎 沒有傳染性的 即是不是新冠 沒有傳染的 但是 老闆說你沒有傳染 就說他因為肺炎的問題 導致他的肺旁邊的神經 拉扯痛 橫隔膜很亂 繼而有肌肉痛 導致他有這種感覺 呼吸困難 好 那一晚他看完吸診 他第二天回來上班 他沒有請假 那一天沒有請假 他回來上班 做到下午 都不行了 他說之前就只是前面痛 現在前後都很痛 橫隔肌導致肌肉嚴症 實在是不行了 好 放了工回去 說晚一刻去打針 第二天請假 終於請他一天連假 我問他 那一天經常都沒有找他 到第二天他回來又上班 我問他你現在覺得怎樣 他說沒有 我問他你放假有沒有去大醫院 因為他現在是在佛山中屋住 公司在佛山 我問他有沒有去放假 那一天假去大醫院 即是回來廣州 檢查一下 找一些專業一些 他說沒有 就是去診所打了一支針 打消炎針 是有用的 我問他這樣 我說你真是夠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的生活壓力 大到是這樣的程度 他不上班 即是手停口停 即是不上班不行 還是怎樣 我的想法 即是按我的經驗 即是對於部分的打工人 那個經驗就是 大家有沒有觀察過現象 就是雖然廣州這樣算 廣州大城市 很多三格醫院 即是省內的大部分醫療資源 都已經很集中的一個城市 但你發覺很多城中屋 依然有小診所 是啊 其實這些小診所 當然很多外地人 他本身在農村 在四五線城市生活 他們小時候看病 都是去這些小診所 在於他們看病的小診所 加上他們有些家人 本身有些大病 都可能只是去小診所 他們可能會低估病的嚴重性 是啊 也是我的想法 在我的角度來講 你會不會看得這件事太輕了 反過來想 可能就是我們看得太重 即是我們從小 有什麼事情在大醫院 檢查一輪 不是 哪條隊都是我們排哪條隊 檢查一輪 掛號 老闆都掛專家號 老闆都掛主診醫生 那些該洗就要洗 應洗則洗 有什麼大病都要看病 什麼重要過一條命 吃到口裡不會虧 尤其是吃藥 多多益善少許無區 本來一兩天的藥 我都要喝夠五劑 人家的涼茶都要翻煲 我不行 我每次都要煲新的 即是有這個 有這個差別 思想上面 思想上面的不同 對於危機處理的方式 和著重程度 第二個就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剛剛你也說了 他心口痛 心口痛這件事情 在於 剛剛說他肺炎 當然還有一些類似心肌炎 還有一些肢氣管炎 其實胃病都會令到你心口痛 即是還有一些腸炎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你的胸椎胃 也有可能令你心口痛 那很多原因 那他們 大家有沒有記得 以前 現在也是 很多說去醫院 是不是叫你檢查很多東西 是吧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對看醫生的次數有多少 即是我做過幼兒院 這樣算 就是帶小朋友去看醫生 尤其是小朋友去看醫生 大部分的病 醫生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在於家長 或者學校 要負責飲的心態 那肯定醫院都要負責飲 那醫生就唯有 被迫著要檢查 所以檢查這件事情 對於治療 或者是對醫生的診斷 有多大的幫助呢 我覺得是 其實幫助不大 當然我有點以偏概全 但是對於一些小病痛來說 檢查確實不太大 對於大部分來說 所謂的醫病是治療症狀 指了症狀 指了症狀 即是肺炎那樣 你肺炎那怎麼辦呢 你都是要抗生素的 都是雞尾酒療法的 都是吃這些散熱止痛的藥 但是你說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到醫院做很詳細的檢查 查出病灶在哪裡 標靶性的針對性的治療 即是打針不是打動物 不是打症狀的發炎的 是擠一些消炎藥下去 這個可能就未去到那麼絕屈的 你想想 生癌症也不是說 藥真的打到那個鈕那裡 所以就是說 剛才可能你作為他的同事 你就很關心他的健康 就代入了你自己的醫療的流程裡面 就覺得他應該更加詳盡地去 其實我最主要說的也不是說 只是他這個病的問題 然後再說他放假那裡 他最重要的是 我一開始以為只有我一個 是這樣想 他不願意花時間療傷 你覺得很不妥貼 不是 我覺得他 最主要是我覺得 我的重點是看了在假期的那個 重要性 假期上去看這件事 你覺得假期比自己的身體更加重要 不是 我覺得 首先身體肯定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你不去請個病假 因為你是真的病的 去檢查好 看病好 吃藥好 什麼好 去休息一下 而不是 你用一個年假去 本身是一個靈活性 拿來給你 用來意外 上面的東西去請 我覺得這個企業紛云 對 我覺得企業紛云 然後我就在問 我在這樣想的過程中 我剛好跟另一個同事 說起這件事 就說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也站在同一個同事的立場 是一樣的 他說 他就請一天連假休息一下 請一天連假去看病 我說 那應該不是請病假 他說 傻了 病假扣很多 我問 問題是連假是有限的 即使現在國家給你這麼多假也好 你的假是有限的 我說 你一旦這樣 真的不舒服 你到時有什麼事情起身上來 因為那個 假的形式不一樣 到時有什麼事情起身上來 要價錢你怎麼請 無非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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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那個 重要的程度 我覺得 以前都是 最輕便的 就是年假 接著就是病假 接著就是時假 基本上沒有可能請到的 沒有人會請時假 當然我做人力資源 那時候是沒有人會請時假 大部分都是請年假 接著請完年假 就是實在沒有辦法 開張醫生紙 以前用說輕鬆的開醫生紙 就經常都請病假的人 因為病假是不會削掉你的全勤 很多人都留了全勤獎 可能病假一天扣三幾百元 都OK的 花錢買時間 但是我覺得 其實講到這裡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知道 知道病假就是病假 為什麼你不把年假留下來去玩 用在刀刃上 有人覺得 省錢是刀刃 大家的角度不一樣 我省錢是刀刃 還是我跟他不在旺季去旅遊去刀刃 譬如我拿來請病假 省這三幾百元 還是說我這兩天 我拿來五一國慶 去旅遊 周溪圍都這麼多人 機票又貴 酒店又貴 我選一個閒一來 請幾天連假去玩 這裡我一天都省幾百元 會不會再划算一點呢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人 我不是說 不帶有恥笑性 只是概決性 這些人 他們平時都不是怎樣去玩 是啊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及時行樂 活在當下 享受人生 這些詞 為什麼聽起來 這麼令人心往神移呢 是因為這些東西 本身是要付出很多代價 付出這些代價 很多時候 他是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的 反而不可以 是啊 你以為要付金錢 但是其實不是 是通常這些是你 沒有錢去付的時候 你才覺得這些東西是一種 心往神移 心往神移的東西 我跟他說 如果你有錢有時間的時候 這些不是心往神移 這些是理所當然 因為這些理所當然的 是休閒娛樂去旅遊的東西 是吧 哪裏輪到你一個還要計劃市價病價 年價去休的人去想呢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同理心 這件事 它本身是一種很奢侈的念想 是吧 你怎樣跟它同理 是吧 好像有人說 你讀書的時候不要玩那麼多 讀完書大把時間你玩 你出來做事了 不要經常打算玩 你賺到錢 明天上去那邊玩就可以了 然後你賺到錢 永遠都沒有我頭 你危機的一年一二三四五六年級 重要的速高中一二三四 速一高二高三 持人生關鍵的大學四年 還有最強的轉捏點 考研讀博 還是國考做公務員 然後還有二三十歲 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 都是你要打拼的年校時候 你怎樣可以想著娛樂呢 到你老了退休的時候 然後又有各種如何的 這般的身體原因 什麼延遲退休 到頭來你什麼都沒得玩 一些打工人 或者一些職場人 其實它不是職場 它是什麼呢 大家要想一件事就是 大自然的規律 這些都是大自然的規律 一個自然法則 在昆蟲的世界裡面 你只要不生育 你就沒有意義 你看那些白矮 你看那些蟑螂 你看那些烏蠅 你看那些蚊 都是往著繁衍去 從出生開始就準備繁衍 你作為一隻蜘蛛公 你要蜘蛛奶幫你交配 你要讓牠吃了你 不是你轉五十萬給蜘蛛奶就可以 你要給牠命 你覺得蜘蛛的命值不值五十萬呢 可能不值 不一定的 看看是什麼種 明種蜘蛛 你看那些鳥 那些雞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一個事情就是 人的牙 為什麼只有兩針 沒有第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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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動物在這個世界裡面 沒有牙 牠吃不到東西 吃不到東西就死了 你想想 當然 現在牙科技術 普及了這麼多年 早晚拆牙 大家牙的用度 都用到五六十歲 其實人這個動物 在於大自然來說 假設你在野外生活 不刷牙 你的牙可能三十多歲就不行了 你就吃不到東西 你就要死了 除非你在暴陸裏 步驟裡面 得高望重 有些子孫 給你一些軟軟的東西 給你吃 你就可能叫做 一些液體的東西吃 長老級別的可以生存下去 當然這個叫做社會地位 但如果你沒有什麼社會地位 你到了那個時候沒有牙吃 肌肉又萎縮 又缺蓋 又沒有牙 你暴裂不了 你就死了 所以其實人 他本身 你只要是創造不到價值 你就沒有生存的意義 在大自然來說 當然不是人類社會 人類社會 是可以 資源 可以維存 一代全一代 好像銀行那些職業 稅局那些職業 可以維存 所以就是說 人的牙齒一兩排 現在進化到什麼 就是你五六十歲 你沒有牙齒 你有錢可以種牙 不是帶假牙 帶假牙 種新的牙 種新的牙 人們說種了牙 之後跟你自己的牙齒 是沒有區別的 還可以不用剷 科技再進步 科技再進步 但我們回到打工 其實一樣道理 就是你剷不剷出價值 可能你看到有些人 他退休 不做事 但他會因為那個機制 即是遊戲機制 你的Pokemon是高級的 你可以拿牙齒生育 就像你那些人高級的 拿退休金去養住家人 或者他在社會上繼續消費 可能他有什麼科技成就 有些專利權 有些什麼 他一直流傳在這個世界上 一個月都貸很多錢 但很多人他辛苦勞動 天天早出晚歸 都是賺過幾千元 可能還交租 交水電煤 還要給一個月 包租公克 扣少少錢 你這個還算是看大陸 你可能看什麼衣服 非洲 萬加拉 入不敷出 其實每一個社會 即是不同國家的社會 不同的角度 他都有一個機制 就是淘汰機制 他怎樣決定淘汰哪些人 好像剛才你說的同事 他身體不舒服 要請假 請假可以休息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請假就是一種淘汰機制 一種有勇余的淘汰 肯定是因為你這個是可以代替的 才可以讓你請假 你是可以被代替的 你說得很好 就好像你上學那樣 你上學不舒服 你也可以請假 是不是淘汰機制 你上少一天 你學少一天 他不會因為你請了假 而停擺 當然你可以通過你的科技手段 例如 買網課 借同學筆記 你有社交資源 你就問同學借筆記 你有金錢資源 你就找老師回去補課 你有信息技術資源 你就上網找免費網課 你有超能力資源 你就隔空取智慧 是嗎 事遠一點答案 早就在我腦袋裡 我腦袋裡 就是你有什麼資源 就換 就是它永遠都是一個交換的過程 都是在更新 你上班就拿你的勞動力 拿你的時間去換錢 所以你上班 拿你的價錢 來換你的身體的休息 就等於你平時拿你的身體 去公司換錢 對 一個道理 所以 就是 以為就是在說 這個 假期上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盲區 所以不用看不開 就是好像我之前說 我在你走廖廖室裡說 中國為何現在調休 我覺得很需要調休 尤其是他抽價這些 那些人說調休不好 搞到什麼 我跟他說 你不調休那些人就不會休息 那些人不懂得放假的 他們個個都不捨得他請假 不捨得過那些休閒的日子 因為他覺得現在的身體 還可以 就好像 你不要說打工 去做老闆開店 你覺得做老闆很開心嗎 我開檔一天 可能賺一千元 可能賺五百元 我今天放假就連這五百元都沒有買 填回這條數 好像以前我家人開店 我爸爸開法郎 原單 不是原單 春節 過年前 過年春節 最找到的 最多人剪頭髮的 過年 年三十 做到晚上九點多鐘 家裏吃團連飯 都是說回來爬兩口飯 下去繼續幫別人 那些晚上還出去打牌的人 去電髮 一樣要做 做到年初一都要做 年初二叫做在家裡休息一下 開蓮 那些人說 為何你不開檔 電髮 佔染頭 好等一會 打完這把好麻雀 又下去 然後 反正就是 要是做到死 你想想 然後他就跟我說 在家裡打麻雀 可能輸三幾百 但我不開局 一天我賺賺 有時候 那些東西就是 人在乎這些得失 我剛才說 怎樣取捨 怎樣享受生活 思和遠方 思情畫意 這些東西他不是用錢換的 你以為用錢換嗎 他是當你不在乎錢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得到的東西 你當你要拿錢換的時候 那些根本就不是思情畫意 那些是資本主義 對 就是我們在說這件事 他在說 我一想不通 我站在我角度說 那不是那些假 到時 如果你真的 因為現在不像以前 那樣不容易 開到病假 我就說 那到時 你真的病的話 都可以開到病假 你不是真的病 當然是開到病假 很難 即是沒有假醫生子 以前就有 我說 為何你們 5月1日 Jojo又去釣針 我問他 他需要幫你看家裡的風水 他不服氣 他很風暴 所以我就說 為何我們這些人 可以 即是 是甚麼原因 是不是因為這幾年 經濟差了之後 那些人去 那些人去甚麼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他說真的不是 我小時候 聽別人說 都是這樣的 即是好像 我媽媽以前 都在幼兒院做老師 你知道以前沒有那麼多 傳染病 武漢肺炎 沒有這些 甚麼手足口 沒有手足口 沒有那麼多這些 最多就是那時候 肚子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 就說 那時候有個老師 我聽他說 好像是一個 類似保育員 阿姨那些 又咳 又喉嚨 又不舒服 都不肯請假 為甚麼呢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年假 你知道嗎 請假 一天 沒有全勤 一個月工資就800元 請一天假就50元 你想想 你回去一個月 其實一天都是得 當然90年代 800分 請一天就50元 你請了多少人 你請半天就30元 都不是25元 就30元 那阿姨也不肯請假 那請假是怎樣呢 就叫他去看醫生 叫醫生開假單 拿假單回來 拿病歷回來 監管房 那時候是這樣 即是反過來 這麼粗 叫你那些人去 休息 你一定要先去看病 你去看病 我不用你請假 因為旁邊就是醫院 他在沙院 旁邊就是醫院 你先去看病 看病到病歷回來 醫生就要你休息 那時候 以前的醫生子是這樣 你就知道 其實那些人不想放假 不是現在才有 是以前就是這樣 以前的醫生子 可能我們經常看社會新聞 或者搞笑的 就是想多休假 找假醫生朋友 幫我簽一張醫生子 日期上面不要寫 可以多撕幾張 以前那些便簽 上面寫RX那些 開廚房的字才說 休息在 三天 廚房再加休息一天 那種才叫做家智 以前是 家智的原意 是醫生想你休息 等你拿這張紙回去跟你老闆說 求求你休息 放過我 放過我的病人 放過我的病人 不是給這些人 充駕 充駕 不是充駕 打高爾夫 不是的 但現在當然反過來 其實 我記得 早 大概 十年左右 我聽聞 廣州 好像是統一了醫院開架子的規格 那個規格上面要蓋章 要有醫生的簽名 要有醫院的蓋章 醫生的簽名 要有處方 後來你知道 那些層層加碼的東西 那時候又開始 是甚麼呢 很多公司要求 你一定要在三甲醫院開這個單 你不可以找那些小診所 又要有發票 又要有清單 開藥的發票 看病的收據 因為那時候要報醫保 那時候醫保是要回單位報 不是現在直接錄卡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錄 那時候是這樣的 有單位有報銷 沒有單位 那時候有些單位是這樣的 就是甚麼呢 譬如你看過感冒 看了三百元 但講到都想笑 看過感冒看了三百元 在醫保那裏承擔了 百分之六七十 就給了一百六八十元 這百二元 你還可以回公司 公司在這裏 再給你一百元 一百十元 你自己給幾十元 當然這些 數字怎麼算 我就不得而知 但據我所知 以前的人要請病假 是很麻煩 是很難的 並且怎樣呢 現在有一個行業 我們叫行業陰影 是甚麼呢 就是覺得請病假 有可能會不成功 轉變為市假 因為怎樣呢 市假和病假 在人力資源上是說 叫做臨時安排 它不像廉價 廉價是甚麼呢 廉價是公司 遇到你會少你幾天做事 而病假和市假 是你臨時跟公司說你的假 因為其實 如果你轉常的話 你是不存在這兩樣的 但其實 你說剛才 好像你剛才說 公司少了這個槌 就打不到這顆釘 我剛才說這些是謊 哪個公司真的少一兩個人 就做不到事 沒有這回事 最多就是找誰調過來 做得辛苦一點 對於公司來說 增加了其他釘的成熟 員工請假 少問題 員工罷工才是問題 又不是罷工 罷工才會出問題 整個停擺才會出問題 請假是沒有問題 所以它就會跟你說 所以這兩件事 對於公司來說 市假和病假 對於公司來說性質是一樣的 但在哪裏不同 就是剛才所說 錢不同 市假硬性 是說公司會賺幾百元 起碼 年薪過百萬 可能那些都不用扣錢 越多錢的人 不回來 我在外面做事 越多錢的崗位 越不扣錢 大家想說 為何這麼吊詭呢 其實 到頭來 結合剛才所說的這些 就是想告訴大家 只是公司正在飄飄 所有的基層員工 希望他們認為 工作在剛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公司摸你不行 所以現在 疫情幾年 很大的一個轉變 就是 Werk from Home Werk from Home 為什麼會成為 很多大公司 大量裁員 例如Twitter、Google 乃至國內的公司 百度、阿里巴巴 為何可以大量裁員 很多大廠、騰訊 為何可以裁員 因為很多公司發覺 我不用那麼多人 我不用控制你們得那麼重要 因為你們的工作能力 因為那麼多年的高等教育 那麼多年的POA 那麼多年的資本 洗腦 其實不是洗腦 那麼多年的運作 其實已經從側面印證了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人的工作能力比以前高多 以前可能一個人只能當兩個人用 現在可能一個人當四個人用 不是 也可以這麼說 以前可能是朝九晚五 現在是006 大家經常聽一個詞叫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甚麼 工匠精神是來提高那件產品的價值 即是八級技師做出來的東西是厲害的 提高了產品的價值之後 那個人有沒有價值 那個人的價值 在於生產的價值來說 其實它已經不是生產資料 它也是生產資料 但是它的生產資料 單止是生產資料 它是一個吉祥物 但是你作為一個管理生產 就是員工 當你當員工生產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覺員工 他由開始到結束的時候 他可以同一時間做很多東西 但是你對我宣傳 當然是一個打刀的師傅 你知道那些打武士刀的師傅 他這輩子都是打武士刀 他的武士刀就是將人精神 大馬事隔 一切成鐵如泥 斬給老美不用流血 但其實這個人 他又會做菜刀 又會做剪刀 又會做西餐刀 其實我甚麼都會 其實他甚麼都會 只不過是專注做這件事 然後你在互聯網那裏 互聯網公司 大企業 Walk from home 都不用 那些事根本就不用在公司裏做 當那些事不用在公司裏做 你在家裏做的時候 其實你在家裏做 就是這樣 你要做三件事 一 回公司 第二 做事 第三 拿我的薪金 現在是不是 拿我的薪金 在家裏做事 在家裏做事 就等於做了兩件事 其實你可以做第三、四件事 所以你會發現另一種產業 就好像你的工作 那些人一定要到位 好像你在富士康 在車間 在工地 在車間 做一個工序 在餐廳那裏 你會發現餐廳那個 早上拖地又是他 中午切菜又是他 下午洗廁又是他 倒水又是他 他不同時間 他是做不同的事情 那是否代表他一個人做了很多事 其實不是 他要是做了十個小時 時間是沒有變 時間是沒有變 他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那這個就要補充他了 這些人就要補充他了 因為這些人 他一個人在同一個公司裏做很多事情 他一個人必須去倒缸 那我們就補充他 就說什麼 就是剛才那些請假的事情 讓他覺得這個沒有了我不行 這裏不是沒有了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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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POA的說法 就是看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 就是這樣POA他 那他最有效的那個成果是什麼呢 成果就是令所有正在打工的人 就是打工人 打工人 大家都會認可這個 認可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認可就是 我的工作 是這間公司運作的一個磁點 每一個工 好像我掃地一樣 沒有了掃地不行 是不是沒有了掃地不行呢 是我沒有 還是我不在這裏掃地 我不行呢 公司不會明講的 公司不會明講的 他會說你可以請市價的 你有病可以請病價 是嗎 有沒有公司說不給你請假 沒有啊 沒有公司不給人請假的 各個公司都說請假的 可能有些人在網上說 不是啊我們公司不給人請假的 你試一下 你照扣錢 公司說不給你請假 不過要扣你錢 那些人就曲解成公司不給我請假 因為我一請假他就扣我錢 扣你錢是不是必然呢 扣你錢是必然的 但是扣你錢之後 公司會不會因為扣你這個錢而賺了 這個我覺得是 不一定畫一個等號 我覺得是不畫等號的 就是好像我舉個例子 我以前搞過一個類似 那些運動俱樂部 一個足球場 這個足球場呢 它很吊詭 它這個足球場 它是別人來佈場踢球 打 那不佈場踢球 我這裡是要上足球培訓班 給年輕人 給年輕人踢球 就是第一次 就是說什麼 呃 員工是誰 大家有沒有想過員工是誰 當然我是員工 你是 其實球場才是員工 球場是員工 這個場地作為一個使用 被人使用 球場是員工 他死的 他會不會請假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那時候就想過一個問題 球場都會請假 要收緝 鋪草皮 下雨 哦 即是它沒有正常提供這個服務 停電 因為晚上要開燈 如果那天停電 球場就請假 這些就是不可抗疫因素 球場請了一天假 當然我當你一晚就賺兩千塊 一千五塊 他請假 那是不是他就等於幫公司賺少了錢 如果你假設這個球場是員工 你要扣多少錢 是不是應該跟我這個得室 要掛勾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下雨 停電 這些是不是我不可抗力 你覺得不可抗力 跟員工去討厄 肺炎 一樣都是不可抗力 那這個時候 為什麼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這種東西是一種負面 而這個球場 他並不會覺得因為下雨是負面 球場不會思考 球場不會思考 說他是死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就要換位 即是要有一種思維是什麼 人生是無常的 我的人生一樣有不可抗力 我都要打台風下雨 又是那個蟹仔出來踢球 當然你可以沒有風雨 好像有人會跟我說 下雨我們都是踢球 你可不可以收便宜一點 我會收便宜一點 我病了我都是上班 我沒有收便宜 你收便宜了 其實你受了 譬如說你很舒服 沒有病沒有痛 一天賺三百元 跟你很辛苦的 賺三百元 你自己受了苦 你自己暗馬底 你承擔了這個付出的成本 你暗馬底了 即是我下雨的客人來說 今晚下雨三百元一小時 行不行 你便宜了 你便宜了 你忘記他去砍你便宜了 你便宜了 你又不是像熱血足球 那樣打電 那個球帶電 即是有時候 我的人會很抽離去思考這份 思考這份 我都覺得 在上學的時候 我又有想過 那些人請假 那樣 上小學 上小學 其實 沒什麼事 其實沒什麼事 那樣打得太多 跳起來了 上了冰冷波桌 然後 那冰冷波桌 倒 夾夠一腳 那些冰冷波桌 這樣摺起來 夾夠一腳 要打釘 不請長家 後來 實在要請那個時間太長 即是不能上學 我記得 有個同學的腳 也是這樣 一次之後 三年都被人叫做 然後 接著 接著 他剛好是 臨近考試 然後變成 休學 即是 不上學 一半 過了考試之後 他跟下一屆的人 今屆的女同學不行 下一屆的女同學 他對此 可能今屆的女同學 我們那時候覺得 對於我們那些 正常上學的人 我覺得鑽孝生更加抽象 鑽孝生不抽象 鑽孝生也是同屆 你那些 讀少一年 你們每年有沒有重新分班 沒有 我們都沒有分班 但我覺得鑽孝生很抽象 可能看動畫片多 你有期望 沒有 即是 他會覺得 我叫龍澳天 你們有沒有一個同學叫劉波 我覺得他 他很奇怪 讀少一年 然後變成我師弟 後來 沒有再跟這個人 可以是 玩回一齊 那當然 都不是同一個班 怎麼玩呢 這件事 好像兔班剛才你說的 我覺得 其實是很神患的 即是 跳出了這個 我沒有辦法想像 你不做 我沒有試過 我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 就是 你自己不做 那件事 就覺得別人不做 這個是很多 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即是 好像 我 講起一件事 就是 講起紋身 Tattoo 最近很多 最近很多 最近沒有很多人講紋身 以前很多人講紋身 就是 講起紋身 很多人以為 紋身這件事 是很 獨特的 嗯 即是 我不是說笑誰 即是 很多人以為 我自己紋了一個什麼 很特別 那樣 以前 就見過一個踢足球的那些人 踢球 就是球場那一套 一個人紋 有兩班人踢球 有一班人經常是星期六踢的 有一班人經常是星期日踢的 那樣 都沒有遇到什麼 那 就有一段時間 他們約不到人踢球 那我們就 安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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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踢球 好了 其實很開心的搞笑是什麼 這個兩個球隊裡面 分別有三個人 跟對面另外三個人的紋身撞了 哈哈哈哈 同案 同案還是紫 有 都有 他呢 我比較記得的是什麼 尤其是兩個大隊的人 而一個大隊的人 他本身是消防 不是消防員 即是他做消防設備的 我們都找他買的 即是消防批發 一個是老闆 另一個老闆 也是做勞保用品 哈哈 他一個在南州那邊做的 另一個就好像在沙溪那邊做的 都踢球 我們經常都見 但我真的沒試過同一時間見到他們 因為同一時間見到 不是同一時間見到 你對比不到 你知道踢足球 他們會換衣服 一脫衣服 好笑 又不是很好笑 有些脫衣 脫衣服 一脫衣服 兩個人的背部 都有一個類似 大錦鯉 即是那種 你知道 明白明白 那些日式那些 其實錦鯉呢 你說 以前你也買了一件 棒球外套 都是錦鯉 那些錦鯉 就是大同小異 他那兩條錦鯉是怎樣 是簡直一模一樣的 連下面的波浪 連嘴 連後面有很大的 好像是瘦字 還是刁字 我不記得了 嘩 一模一樣 然後他們那班 你知道那些朋友 都是自己 我認識我的朋友 你認識你的朋友 大家都不認識 然後他們那班人 看了之後 空膛大笑 笑到卡卡聲 你倆是親兄弟 是不是同一個 紋身佬的作品 這個就是重點 是不是同一個是紋身呢 原來 像是非是 可能是同一個派系 消防哥哥那個文的 是另外那個 勞保用品 老闆的紋身師傅 同一個派系 同一個派系 然後是兩個 一個就是 大家都熟了 應該是在北京路 光明廣場對面 捨粉樓上的那個紋身譜 那個是師傅 徒弟就去了潘儒 那就是幫那個 即是他們那些被選的圖案 都是那個刷 都是那本寶 然後大家不是有朋友 朋友帶一些朋友去問 另外兩個朋友 就是一個問一個關公 一個問一個圖騰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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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文 那些文 就是波浪加點點 又加三角形 那樣 它連那個順序都是一樣的 當然 它身上都有幾個紋身 其中一個是一樣的 就是跟家裝的一樣的 家裝的 每個人都裝得到 那些樣板房的 那些 那些 廚房佬那些 那些板也是那些板 那些磚也是那些磚 那個吊燈的人 那些吊燈 就是那些人說 我自己的那幾個吊燈 那些波波 即是你知道現在很多人 買那些Loft那些 就是中空層 然後有兩層樓那些 然後千挑萬選 選了這個七彩球球燈 即是七個波 一個高一個矮 很獨特 然後誰知道去看 看人家的樣板房那些 一欄全部都是這些 你知道公寓一層 一梯二十戶 都是這種 都是這種樣式 就是我紙廠那裡 那個公寓樓下 即是有很多層 六七層被人開發商 自己買來租 然後有些人是自己買 好像我們自己買那樣 不是裝修的 紙居裝修在人家的K特羅 千挑萬選這個 這個裝飾 這個飾板 什麼的 這麼巧合 簡陋跟人家的批發 一層一樣 即是證明 那幾款都是最好賣 我覺得人的審美 是大致略同的 即是好像有些人說 為什麼現在網上網紅的樣子 那麼像 韓國的女團 都是按那個樣子 其實好看的就是這樣 就像掛指嘴臉 就像劍星這個遊戲出了之後 那些人就說 穿刀暴露 我覺得好看就是好看 A4U蜜桃團 大大波 掛指臉 眼大大嘴笑笑 我覺得就是這樣 是這種方向 都是出於這種相同 是嗎 嗯 一開始在說什麼 就是人家都 就是出了假期 假期的問題 不要被公司洗腦 是嗎 是嗎 在說這件事嗎 歡迎收聽人類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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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大家說 我是河馬 我是月A 人家說這個 叫做治症康圓 不要笑著 是 他是月A 我是河馬 我是今年34歲 我的三位是100 100 再練時長十幾年的練習生 練習時長十年多的 社會練習 線上男主播 我是大縮音 你是 鑿梨音 靜泰音 靜泰音 灰鎖音 好 今天就是 叫做 叫做什麼 5月幾號的那期 五月十幾號 不記得了 反正差不多 其實呢 我今天呢 本身想和月A 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想 做回一種 以前的感覺 嗯 就是之前十周年 你們提問提問 我在想 以前的感覺是什麼 以前的感覺 人類公園 以前的感覺 是什麼 我自己綜合得到是什麼 就是你問我 我來講 你有什麼見解 有什麼理解 我來講 那時候是 有一段時間 問我 那是說什麼 我先開麥克風 開麥克風就有了 我覺得是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 變成了 怎樣說 他又不知道說什麼 我又不知道說什麼 開始亂說 在那飛 然後 還有我覺得 最初說這句 歡迎你收聽人類公園這句話 好在打斷我的思路 我決定 一開始我不是說 先說 自然一點 自然一點 說了半個小時 所以別人那些不習慣 我有時候聽別人那些節目 就是一開始 在說 歡迎收聽 什麼什麼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我覺得不要這樣 很硬 還有那些 一開始就說 我們很久沒有更新 大家沒有掛念我們 我們有信眾要求 問了很多次 不是幾個星期 我不是說大家這個不好 真的不太適合我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聽完我的節目 聽了一開始之後 覺得 為何他不跟我打招呼 不好意思 不是我沒有禮貌 是我真的不想打招呼 你聽的時間還沒夠長 他聽到差不多 一個半小時 開始講這些話 歡迎你歡迎你 好好好 繼續收聽 感謝進入直播間 老提上去尿尿尿尿 喜歡的話 先停一下 所以我就想 其實人 人命 特別是打工人的人 人命 很沉重 在那裡計算 不是說公司去計算你 你自己計算 打工人自己都在那裡 已經運籌為壓 即是你說的確 現在分析後 其實公司 你走第一步的時候 公司已經計算了十幾步 說開一個差不多的話題 不要說人 不要說員工 我要說公司本身 我最近看了一個 南美 美國那邊做餐飲平台的人 餐飲平台 即是大眾點評 即是大眾點評 即是外國都有類似的東西 對名字我不記得了 但最多人用的是什麼 是Google地圖 大家都很相信Google地圖上面的評分 即是他沒有額外做一個大眾點評 即是他直接在Google地圖上面 就已經複含了這個功能 因為我們也有八度地圖 也有高德地圖 我也有 沒有那麼 上面都有這些東西 都有評分 他就講到這個評分機制的問題 他就講了 為什麼在外國做這些評分的事情 很難起步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歐美人 本身對評分機制是很不喜歡的 即是覺得很煩 但是亞洲人就不同了 亞洲人是很喜歡評分的 即是我們比較嚴尖一點 不是嚴尖 他是自我認同 即是他要量化這件事 即是好像你讀書就讀書 為什麼考狀元 為什麼考探花 科舉 你聰明就聰明 你自己有發明創造 通過產品的多人認可 就認可了你 但是你有沒有聽人說 愛迪生發明流星機 可能不是他發明 他拿了人的專利 流星機和電燈蛋 你會不會先和電燈蛋打個分 再和流星機打個分 不會的 他一定是 所有東西先出來 有人認可了 就是什麼 所以你見外國很多餐廳 他不會太注重網上的評價 他乃至到評價 是幽默到怎樣 即是我們這些評價 不是有人調查 他不是 之前有一個新聞說 有五個編程人員 即是我寫代碼的 不是黑客 即是那些 編程員 情緒員 他自己租了一個工作室 他們自己經常在煮食 自己煮食之後 為了方便告訴朋友 我們這些工作室在哪裏 他們建了一個假的名字 因為他在公寓裏面 他不可以叫做公司 他叫做家庭餐廳 好像我之前說的 我家叫做馬吉嘉玲餐廳 那些私房菜的全身 他們自己每次煮食之後 自己的人就拍張照 就放在Google地圖 就說這個很好吃 就不停寫好的評價 然後他們的合作夥伴 朋友同學過來 又做些什麼 三文治 燉菜 又拍張照 又發上去 就說這間車廳很好吃 後來就影響到什麼呢 就是那個區域裏面 他們的外國很流行 自己的平高分 全都是五星很平 就是九點幾分 在Google裡 很流行 帶你去吃什麼特別的 隱世美食 沒吃過的東西 然後繞來繞去 去到裏面 是一間公園仔 或是地下室 是一個basement 突然之間坐好的時候 有個主廚走出來 說我們今天的主菜 是鷹膽 蛇羹 他沒有說什麼 他沒有說老鼠老蟲鼠老 就是一些很fake的東西 然後他一邊做一邊做 然後餐廳 在評價上 很多人在問究竟在哪裡 究竟在哪裡 他們這個工作室 當然是寫程序 他們最後創業都成功 決定搬公司 然後就把這件事 說了給大家聽 寫出來 其實我們這個不是一間餐廳 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玩的一個梗 然後網上有個群組 在facebook上面有個群組 就是人們在問這間餐廳在哪裡 之後就決定招待這些網上很好奇的人 過來一起 試一下 一起gathering 一起玩一場聚會 這樣 這個就是外國的一個案例 其實就是說什麼呢 很多的他們不是太在意別人的評價 甚至是別人的評價 說他很好 他老闆甚至在下面評價 其實我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 不要說我那麼好 我不想賺你很多 我不想很忙 我不想搞到 脫離了我主身主要的跪度 因為外國人很熱情 所以評分這件事 是很多正反軌 另一個有一個小故事 話說有一間意大利的pizza店 那個pizza的老闆 他就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經常給pizza沒有錢的人 免費給他吃 流浪者 話說他在pizza店生意很差 已經貼紙馬上就結業了 有一個意大利的網紅 就去他那裡吃了一次 就說很好吃 然後就說我買一萬元的pizza 來送給隔壁學校的學生 請人吃 請人吃 宣揚你幫我 然後那個老闆說 這樣啊 好啊這樣 然後他就在網上發片 即是在tiktok上面 在the shot那裡發片 然後就變成網紅店 現在是 然後周圍的人蜂擁而至 你知道現在互聯網 而互聯網的人是搭飛機去的 即是搭飛機去 我早餐來吃 吃完晚餐就離開了 即是 這樣的事情就是 停假這件事 在外國人看來是不喜歡的 但是一旦有起上來是容易失控的 但是中國不同 即是他們會很認真 但中國不同 中國是我們 尤其是亞洲 尤其是韓國 日本 中國 台灣 新加坡都是 這些地方地區 從學生時期開始 大家是不是都追求高分 你高分他高分 他是狀元榜 你第一名你滿分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身邊的人 只是想自己拿高分 對於人家是不是真的高分 即是那些什麼 又怕你 其實根本就不怕什麼 你拿高分就你拿高分 我拿不拿到高分才是重點 即是好像你看很多美團 或者大眾點評上面 拿高分的餐廳 或者甚至拿米其林的什麼餐廳 對 他是有一定的噱頭 可以吸引到一部分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就好像 就是玄機拉腸 我不是說笑他 就是拿來做特例 他拿了那是怎樣 拉腸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吃早餐 我不會因為他有米其林 而走去他那裡吃早餐 但如果你是作為一個遊客 可能對你有些吸引到 可能我們去旅遊也是 譬如你去丙盛 米其林 你會不會故意去丙盛吃他的芥辣青瓜 不會 因為到處都有芥辣青瓜 即是在乎於評級標準 對於亞洲人來說 經營者很重要 經營者很體重評價 是一個很嚴肅的 但是消費者不是真的那麼在乎 真的不是那麼在乎 就算你說我唱反調也是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看 大眾點評就去 小紅書 好好吃我們就去 一時 你確實是好像我這樣 整天都不知道吃什麼 可能我會看一下 但是 事實就放在眼前 就是多少大眾點評上面寫著必食榜 或者什麼五分好評 什麼高得地圖 必食推介 那些就一樣倒閉 為什麼他會倒閉 因為只有你經營那個 花了成本 堆砌在成績上面之後 你的成本 或者你的勞力 是沒有堆砌在用家感受 食客的滿意度上面 所以你就倒閉 所以很多事情 為什麼那個老字號開了這麼多年 他從來沒有說 黃浦轉讓 我又不見他在大眾點評上面 因為人家那些本身是好吃的 他就好像那些美國餐廳那樣 你不要說我聽我的甜甜圈很棒 你不要說我這裡不收小費 你不要說我這裡的薯條是新鮮炸 我不想炸那麼多薯條 我就是想 今天就是做幾單就走了 我就是那些酒鬼過來 買我幾個薯片 漢堡包 買完我就走了 旁邊的小學生過來 我都要喝完我那桶奶吃就可以了 我夠了我不想做 我做多一點就要請到一個人 請到一個人去買多一份保險 買多一份保險 我還要想很多東西 又要想怎樣開分店 不要搞那麼多 所以那時候 麥當勞 麥當勞開張的時候 人家叫他 不是麥當勞 肯德基 肯德基開張的時候 人家叫他開分店 他是不想開的 是後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大家去看肯德基的故事就知道 就是說 其實很多東西 你本身 剛才說的評分機制 他怎樣去營運 怎樣去達至高分 他本身就是跟那個產品 背道而馳 就是好像 一開始舉例 就是愛迪生 發明那個電燈膽 他會不會跟這個電燈膽評分 他會先生產10個電燈膽出來 然後這個電燈膽9分半 這個7.9分 這個8.5分 然後每個燈膽不同分 不同價錢 拿去賣 沒有 他到最後是發明了一個最好用的 才拿出來賣 然後他很多東西 他也是對比的 就是你要發覺評分這件事 他不等於排名的 是啊 就是譬如說 兩個餐廳的白切雞 他都可以評9.5分 但是不代表 這個白切雞比這個白切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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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乎消費者 消費者是 消費者是 我今天只能夠吃一隻雞 你不要告訴我 誰比較好吃 然後那些評分平台 他不會告訴你 誰比較好吃 就是不會對比 兩個都很好吃 兩個都應該吃 你來這間餐廳 就應該吃他的白切雞 來這間餐廳 應該吃他的白切雞 就是他不會跟你說 所以 在乎於 這個 開頭說什麼 就好像請假一樣 請假一樣 他不會告訴你 這兩個假 究竟會互相扣多少錢 他告訴你扣多少錢 他告訴你扣多少錢 但是他不是跟你說 你扣了這個假 你就不是人 或者請假假 你就不是人 就是他沒有決定性的東西 因為本身這個世界 是不存在決定性的東西 他只是提供一個評分 請假 最終的目的 是你不做事 休息 不做事來做些什麼 吃到餐廳吃東西 是治好你的肚子 怎樣令東西更加好吃 我以前都說 你越餓的東西就越好吃 為什麼很多人到現在都喜歡吃乾脆麵 因為他小時候很餓的時候 就放我吃乾脆麵 為什麼我到現在覺得 麗麗薯片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薯片 因為我在最怕餓的時候 我吃了麗麗薯片 而不是吃了品牙薯片 樂士薯片 有些人從小就喜歡喝豆汁 喝就好喝 吃豆汁 吃得香 喝得香 你想想機寒膠壁的時候 好像我最近和一個家長 聊天說 我小朋友很喜歡坐電雞 因為電雞很危險 我小朋友最喜歡坐電雞 但坐車他又吐 他平時去哪裡都喜歡坐電雞 我說開車他都不喜歡 他也是要坐電雞 他喜歡坐電雞 他說坐電雞舒服 吹風 我就跟他說 其實小朋友的想法 不是因為坐電雞舒服 而是他最後的結果 是他去哪裡玩 開心 吃了好東西之前 他都是坐電雞去的 他不是坐車去的 你想想 他為什麼坐車 他坐不到電雞 那你怎樣 不舒服 他看醫生 他就吐了 他病了 他病了 繼而打的 就是開車 他被迫在裡面 他就不舒服 所以他就不喜歡 即是有不好的反應 有不好的回憶 好像黃之華那樣 他為什麼不可以坐小巴過海 因為他以前坐車 炒車 衝了到海 坐巴士衝了到海 所以他 就算他多喜歡蔡少芬都好 他都是 好像坐了 不是 不是同一出氣 不是同一出氣 一蚊雞保錶 1元的 郭倩妮 郭倩妮 郭倩妮不就是蔡少芬 我從小看電視劇 裡面有個美女 眼大大的 長頭髮的 那她是不是蔡少芬 是不是郭凱莉 還是郭倩妮 郭倩妮 郭倩妮不就是郭凱莉 不是就是周凱莉 不是就是周凱莉 不是就是向海南 全部是同一個人 對於我來說 全部都是選港者 差不多 反正有時候很多人 就是把很多東西他要區分 可能我們上一集 我跟他說一些要分類 但今集就有扭過態 跟大家說 這個世界其實是不用分類的 萬變不靈其中 萬變不靈其中 到最後都累到遠點 到最後你只是記得你年輕的時候 喜歡的年輕女 你永遠就是記得你上班的時候 最想的是放假 是啊 是啊 沒錯 所以不是說 我覺得我很調整 當他們把這個公式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說 啊 我什麼都這樣分的嗎 我可以 關事啊 想放假 就付錢 沒有錢付 請上班 是啊 不回不行請辭職 失業就是放假 最長的假期 叫做退休 最長的假期叫死亡 就是說有些動物就是 你不生產價值你就 死亡就淘汰了 好 假期的 下一個題目 剛才講工作 現在講一下 不是 在講優價 真的嗎 優價 換一個 快點 變態去 他最近除了這個之外 嗯 都講到一個玩的東西 因為我最近在看一些遊戲史 雷水汽油汽史 講這個人王 喔人王 江榮公司 江榮公司 KG 江榮公司 講一下為什麼 那時候是什麼 因為P3的機能問題 導致了人王的跳票 十幾年之後才在P4那裏讀 但是也不妨 隱者祖現在出了這個浪人崛起 以前都是P3的畫面 是啊 他講起江榮公司的一些 就是這個遊戲怎樣創作出來 怎樣怎樣 在黑雲 即是受到追捧之後 記起黑雲之後 他又獨立出來 做了自己遊戲風格 即是自己風格的 就是這些日本戰國幻想風 是啊 不是 他遊戲玩的方法上面 都有區別出來 就是要你難受 還有江榮公司 怎樣是一個 本身做策略遊戲法家 本身是爽油的公司 變成一個要你難受的公司 他是一開始做策略遊戲 三國志 後來才是無雙 無雙是 即是他是一個一步一步來的 他是一個策略遊戲 開始走下坡了 即是策略遊戲開始 玩不出一些新花款 開始推出 我覺得你這樣說不是 我覺得你這樣說不是 不是錯 即是說那個 不是說策略遊戲走下坡 應該說一些玩家的大腦運作能力走下坡 是啊 反正啦 即是賣不到錢 對於公司來說 賣不到錢之後 他開始走一個 叫做轉型 不是轉型的 是一個異軍突起 就是無雙 一個無心炒樓之下 無雙系列居然 大鑊成功 在P2的時候買到 成行成事 你把畫面拉大一點 策略遊戲是什麼 策略遊戲是沒有兩樣東西 沒有動作 這就是現在最流行的遊戲 就是沒有動作 沒有冒險 策略遊戲 你看到三國志 都是有劇本 大國立自傳 信長的野望 信長的野望 全部都是基於歷史 有劇本走 你是沒有冒險 那些險 人家古時候已經沒有了 沒有一次 你是沒有冒險 你站在一個有故事背影的時代 你是優化它 大家有玩過一些跟歷史故事 或者小說相關的遊戲 你有沒有試過玩過這些遊戲 打爆機 我玩三國志 七 打爆機 的時候 是開老金打爆一次機 我試過沒有開老金 打爆了十一加強版 要不要玩三年 不用 玩九個月 一個星期 這麼快 沒有東西 你一放學回來 我玩信長的野望 Pokemon版 玩了一半 那個跟Pokemon聯動 你沒有玩過 沒有 差不多 反正就是說 其實策略遊戲 它本身就是一個基於 其實你覺得策略遊戲 其實不完全對 這個無意經營遊戲 它是無意經營的人 他喜歡 比如掌控全局 但是它又不像玩星際爭霸 或者魔術世界 魔術爭霸 那些 要每樣都要很緊張 好像有些人以前玩沙丘開始 後來玩洪景 後來玩戰國時代 控制所有的小兵 就是這個去做 即時策略 即時策略遊戲 那些不是 那些是 今天我要做這些東西 蒸這些兵 蒸這些量 今天磨羊弓 明天打老公 這樣去做 那這種遊戲 其實是基於以前的機能限制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多時的年代 無意經營遊戲 是有文字遊戲 即是最近 近幾年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修仙遊戲 是文字來的 你今天跟師傅學一個武功 還是選擇去年輕打獵 然後你選擇去年輕打獵 然後你打不了野豬給師傅 被師傅訓斥了一頓 那時候那個什麼金融華轉那種模式 差不多 然後 這些遊戲慢慢演變之後 大家玩它的時候 那種快樂 其實是每一代都是一樣 就是會有些換皮 只是說 每一代人入手 所以你看到三角志很奇怪 有些人玩四代 有些人玩六代 有些人玩FC 他現在還會重複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入了那個坑 在那個時刻進去 那個時刻要爆 那個時刻很喜悅 就是好像有些人快感是通過玩 打飛機 就是那個雷電 打擊者 小蜜蜂 有些人是橫板過關 可能是雲鬥羅 可能合金彈頭 雙智龍 這種控制雷 縱觀大局 是吧 精彈哪個人 他要多少糧響 他重複地經歷這個事件 在這個獲得快感之後 剛才我都說 他沒有動作 沒有冒險 所以後來三角志多了兩個邊撞 那些動畫 就是想模擬一下動作 其實都沒有什麼動作 一早就已經決定了那個勝負 都是給你三選 包戰鬥 好像最近有個遊戲叫聖獸之王 之前我好像有介紹過 就是差不多 我們現在叫你做什麼遊戲呢 電子鬥蜥縮 其實就是鬥蜥縮 原則上就是鬥蜥縮 大概會不會贏你自己知道 那繼而就是 剛才你說的 他光榮這間公司 他由這些無意策略經營的時候 他發現他沒有動作 沒有冒險 跟潮流不一樣 因為同一時間 另一邊商在做什麼 在做3D遊戲 什麼古惑浪 馬里奧64 007黃金眼 使命召喚 這些英外外外的打槍遊戲 開始成功了 還有一些Dybo 那你戰國的時候 你應該有3D 你也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那時候他就做三國無雙 隨著PS2 機能上來 機能上來 Xbox 3D性能 多邊形 可以多起上來 同評很多角色 那時候經常說 三國無雙2 同評人數超過150人 那時候好像有這樣的說法 類似 類似 這個概念 什麼同評多人運算 這個概念 都是去到沙盤遊戲 罪惡都市 那時候才是最嚴重的地方 最開始拿出來說 拿出來說 但是其實 那時候 三國無雙3 和三國無雙4 他們已經開始說 這些人增加了智慧 會主要打你 會有不同的難度 這個時候 多了動作要素 是否冒險呢 其實冒險就是 你知不知道結局 其實他都知道結局 所以沒有冒險 所以後來 他兩樣都有了 就好像 你拿一下人王 他之前那個叫做 隱龍 隱龍 隱龍在之前 還有最近那個 又是三國角色的 然後打怪獸 自己打 三國角色打怪獸 三國演義中的角色 也是出來打怪的 那叫什麼 惡龍 惡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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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角色 惡龍 惡龍 惡龍轉 一樣 就是多了 就是多了冒險 甚至乎現在說 大陸在吹黑悟空 也是 動作冒險遊戲 一定有個標桿 永遠每個標桿 跟不同年代 不同年代 不同年代的標桿 都是那個遊戲 叫做戰神 結束了 你想想 戰神一二代 就是隱龍 隱龍就是 跟他差不多年代 當然 好像隱龍出先 隱龍出先 隱龍出先 但是後來隱龍 都是鬥不贏 戰神 戰神多了一件事 就是專注他個人能力的提升 再加上整個故事是圍繞他的 其實他都集大國家之城 也有一些刺客信條的影子 也有一些 他吃了這個 希臘神馬 希臘神馬的紅利 但是你的索尼偉大之處 當然我不是說索尼吹 但是很多事情就是 互相進步之下 光榮公司 他要不要 成為老大哥 他想不想成為老大哥 你想想那時候 就是人王 血緣 黑雲 這幾個叫做 雲系遊戲 當然雲 黑雲是最正宗 但是你說人王 譬如說多了幾個武器 又可以飛 又有很多的劇情 橋段 打鐵叮叮叮 那時候現象級的 死 有個字 危 這種事情 就好像剛才說 上班 你上班 你會發覺 都是做事 打機的話 都是打機 都是交任務 都是交任務 怎樣令到 這個遊戲 是不是真的好玩 遊戲性強 我是客觀講 主觀 我覺得人王 是不好玩的 因為我不喜歡受苦 玩遊戲 我是輕鬆的 我是為了娛樂的 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DMC 我不喜歡這些 但是最有很多人說的是什麼 你玩這個遊戲 代不代入到它裡面 這個角色的成長 給不給到你快樂 而不是你 角色 在那個遊戲裡面 經歷了什麼 所以 反過來 有些人說 這種3D的 開放世界的 叫做 動作冒險遊戲 有些遊戲 叫好 但它不叫做 不是那麼好 好像地平線 細枝絕景 那些 好像 皮諾炒 好像還有 不是阿爾燈發環 有其他好幾個 你發覺這些是什麼 痰花一現 痰花一現的東西 畫面很好 遊戲都很好 機制都很好 但那個角色的成長 給不到別人一種 代入的感覺 我是這麼想 好像 我自己很喜歡阿爾燈發環 阿爾燈發環 阿爾燈發環 他跟另一個側面說的是什麼 他有 那個神的升級 其實不是很 體重 他體重的是什麼 很多武器 很多不同戰技的搭配 譬如 我今天可以拿一個鑊鏟 加一個鍋 我明天可以茶鍋 加一個尿壺 下一日 拿一個平衡車 開了掃把就撞你 當然你說得比較抽象 但其實就是很多的體驗上 很新鮮 可以 可以 替代的不同玩法多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遊戲的演變 第一就是你對角色的成長 第二體驗的新奇 剛才說 光榮公司 那時候為什麼會抹落 即是真三無雙 即是三國志到十一 然後大國納志傳出到三 四都沒有出來 我忘記了 這些遊戲是什麼呢 他再出續作 他有沒有新奇的體驗 他有沒有新奇的體驗 就好像那時候的體育遊戲 換皮 換皮體育遊戲 然後有沒有角色的成長 又好像 很難 不是 你以前已經經歷過一次這些成長 你已經是一個老謀心算的大策略家 那你怎樣再去 在一個新的環境下 再去 再去用回你以前的一些戰略去 所以那些人還倒不如玩什麼高清重製版 下一個模擬器來玩回以前的遊戲 因為以前的遊戲你熟 即是好像你現在還要你重新適應 即是好像那些人說 我50歲移民去美國 重新打工 現在去塞加牛站幫人加油 那怎樣 重新來過 二次元再生 不是這樣 重新 我是美國加油 賺完工 所以最近的龍之信條 又是這樣 龍之信條1是怎樣 龍之信條2是怎樣 他只是把一些東西優化了 但該難受的都是難受 該不好玩的都是不好玩 該不喜歡的都是不喜歡 好像以前沒有喜歡過龍之信條1 我被他洗腦之後 我買回來後悔 後悔我就不玩 不玩之後我就覺得 遊戲 即是我就開始反思一件事 究竟遊戲的本質是什麼 是令你快樂 我那天就跟我老婆說 為什麼以前的街機遊戲這麼好玩 因為那時候你快樂 不是 我真的不是 就是這個遊戲 以前的遊戲是為了騙你的錢 你現在買的遊戲是多少錢 兩三百塊 買幾兩百塊 買回來 你就玩 玩不玩 Steam那些 你玩兩個小時不喜歡 你可以退貨的 其他不行的 但以前的遊戲不是 以前的遊戲是你玩 你就入銀 你死一次 你不服氣 你就入第二個銀 你入得越多銀 它賺得越多 無底洞 當然 你說好像 吞食天地 大家都玩過 吞食天地打爆機 你起碼要十顆銀 十元雞 以前一個遊戲都不用 但是你買斷 你不能買斷 你再玩也要十元 你最多只有紀錄在那裡 你只有記錄 記錄就可能沒有了 以前的遊戲就是這樣 快感是很快 但它沒有什麼深度 你說它一個小時就打爆機 賴致到好像後來那樣 有什麼落黑人 有些角色提升 或者什麼 都是一水過 它不會再有什麼提升 所以那天我很想玩 然後玩街機 然後我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我很舒服地玩街機 然後就開始研究看那些月光寶俠 那些 現在不是有些開完掌機的 然後我開完掌機 我去看過 三幾百元 小小過 四吋螢幕 很小過 你想買個大一點的 好像它家裡有一個放在桌上 那些七八百元 有街機台 那些 裝什麼 後來發覺都不適合我 因為那些東西 玩這個東西 一定是你突然間 抽到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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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模擬器就可以了 在電腦上玩模擬器就可以了 但在電腦上玩模擬器 你又坐在電腦上 那我就覺得 接著我就想起一件事 玩街機 很爽 爽了在哪裏 在街上 在街上 沒錯 我只要找一個 可以拿出街上玩的街機 當然你那部那麼大 那些不方便我 我就想 無意氣 街上玩 拿什麼玩 拿一部PAT玩 然後我就去買一部PAT 原來那部PAT小 原來那部是10吋的iPad 然後我就覺得很小 螢幕不夠大 有街機的螢幕 有街機的螢幕 有多大 然後我跑去小米 不是幫他買廣告 小米有一部紅米的PAT 12吋的 很大部 這麼大部 我那部沒有拿來 這麼大部 才1600元 1600元 你還想要十幾吋 你買個便攜屏 十幾吋 你也要六七百元 差不多 然後他還有 兩百多株內存 還有 僥龍7S 第二代 對於懷舊遊戲玩家來說 然後 裝個無意氣下去 下載了遊戲 然後我那天就跟家豪在街上玩 坐在咖啡廳那裡玩 用機制玩還是 很簡單 拿兩個PS4的遊戲 手掣 就可以連藍牙 可以連兩個 它還會自動識別 紅色和藍色 然後就拿著小米的PAT 然後我們就坐在咖啡店 兩個人打恐龍為基 挺好玩 然後昨天又玩 昨天又上來我那裡 又玩 打通關了一次 可能翌日家豪就會在我那裡 有那一部 怎樣也好 沒有玩那部 我就在想 一件事就是 你玩遊戲 在街上 為甚麼你在街上 你在街上 在街上找朋友 幸好 我 河馬 真是幸好有朋友 可以跟我在街上 以前在街上吃的朋友 以前在街上吃的朋友 你也是打機式的 你也是打機式的 不是你是打工式的 打工打機式的 打機公式的 隨便 就是這樣 你玩遊戲 你永遠 你要開心 就是你抽起筋 就要 而不是 好像我 買個甚麼甚麼拆龍之信條 回來看劇情 走到搬石頭 走幾步路 就是 我覺得現在那個遊戲 有些氛圍 很扭曲 是不是你首先在網上看一大堆測評 那些人就告訴你 不只是遊戲 所有的東西都是 現在 無論是飲食 吃甚麼 醫食住行 你那些 你要反過來 買家電也好 買相機 買手機 買甚麼都好 你買了這東西 這東西是回來幫你的 你看測評 就看看別人這東西 幫不幫得手 但是遊戲不是 因為遊戲不是幫你的 爽不爽 遊戲是幫你 爽不爽 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說很噁心 就是你去叫雞 你也不想有人跟他說 這隻雞 很濕很滑很滑很滑 你快點去叫它 其實不是 你不應該這樣養它 但那些雞蟲告訴我 是這樣的 馬鹿就是馬鹿 沒有甚麼意思 就是馬鹿那一首 雖然我沒有去過 但我聽到很硬 反正就是 無論哪一個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找馬鹿 回來就是講馬鹿那一首 所以我有時覺得 就是 你不要這麼被人 怎麼說 不要這麼快劇透 最近我看到很搞笑的新聞 就是日本有一間公司 即場暴力 說甚麼呢 老闆開始在追這個 我推的鞋子 然後被員工夾鬥了 然後他一個起飛腳 踢到別人的腰 還要起飛腳 我知道畫面是怎樣的 我以為你是說那個 逼死作者那個 我不是 逼死作者那個 那個又是令人難受的 作者也是在打工 你為甚麼要逼他 即是他一天沒有做好 不是一天沒有做好 是說那些劇情 甚麼改真人的劇情 不是他 我知道那個拍電視劇 改編了電視劇 然後呢 就說那個作者授權了給電視台 然後呢 電視台 沒有經作者同意 改了劇情 然後那些作者就去罵那個作者 不是 觀眾罵那個作者 說為甚麼你讓他這樣改 然後這樣不好 我忘記了誰 是一個女作家 說一個職場 唉 他那些故事好像也是幾副癢癢的 所以 有時候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想不開 一定要爽 找個朋友下街爽 找個朋友下街爽一下 是嗎 只想要錢6元 還有兩個手掣 沒有手掣 手掣都要錢的 但我手掣在家裡 又放在那裡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你去想著有些事情很開心 想著去旅遊也好 去消費 去花錢 去吃飯 你也想著很開心 然後你又看很多人的評價 好像上美團 上什麼 看那些 那些幾多顆星 那些 所有事情都 你以為很循序漸進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些評價是否從你的心裡出發 就像我這個買個PAT回來打街機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 我覺得你多餘一千多元 你上網 4399玩就是 兩元雞流量錢就是 用什麼搞這麼多 但是我覺得 首先要跟自己出發 我想要些什麼 我想要的是一個可以拿出街 和朋友玩的街機 要怎樣做 要怎樣做 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很爽 今次那會放在家裡 又可以看電視 又可以聽歌 還可以做中控台 控制家庭電器 但是我先不說這些 有勇余的價值 首先是你自己的心裡 For your heart For your heart 你是不是真的想休息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不舒服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這份工作 那你就不做 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 親後生 你的假期可能用來醫病 你的假期可能陪家人玩 那你可不可以過假期陪自己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吐氣給自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 我不是說 一概就帶大家說 放開一點 有什麼在九樓跳下去就解決了 在這個窒息的世界裡 在窒息的世界裡 我心情跌到谷底 我很痛苦 你在我下面嘲笑他 他在我下面就說 你嘗試喝杯花生油 哈哈 你想不想到喝花生油是怎樣 很油 很難吞 是不是難受 你怎麼知道 你喝過嗎 我猜到了 你怎麼知道 你都沒喝過 你怎麼知道 我平時倒入瓶的時候 我幻想到他的質感 你幻想而已 好像有些人說他很痛苦 那些痛苦是你幻想出來的 痛苦是你幻想出來的 你不去幻想就不痛苦 喝花生油 你不喝就不痛苦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不做就不痛苦 不做就不錯 少做就少錯 你何必搞那麼多 看病看醫生做那麼多檢查 你做多些檢查 你就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不做檢查 可能沒問題 可能還沒問題 我不是叫大家偽疾忌 這只是說 有時候有些東西 避得也避 好 今期人類公開節目 暫時就這麼多 我是河馬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再見